好,來到第九題 第九題我們說,可以看看最後 最後寫著,C解釋你的答案 我們說,這類其實是一類新興很熱門的題目 你需要用數學的方法去解釋 為何這件事會發生 或者給你兩個人選擇 為何你會覺得A比B好 有一個固定的格式,請你記住它 我們說,分了三個步驟去做 第一件事,你需要先去計算 第二步,你需要做比較 通常是一句 比較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大個、小個、等於 之後,最後要多加一句 是,或是否,或是你要選哪一個 那是甚麼意思呢? 看看題目做下去就知道了 好,第一件事,A part 我想不需要詳細說 應該知道,我們看著單位組 就是3.2除以40km 問應該是0.08L per km 好,來到B的題目了 這題的重點 它說,現在它又有10L 即是要用A part 即是要用這個答案 可以計算一下它 可不可以走到120km 解釋你的答案 這些題目其實不需要你作一篇文 去解釋發生甚麼事 其實只需要計算 好,留意一下怎樣計算 第一件事,你是需要有一個目標 好,例如今次 我們目標是要可不可以走到120km 那你可以把它放到第二部分 當然其他數字 有時都可以做到目標 那你自己判斷吧 好,120km 我們放到第二步 所以第一個步驟 就是要看著它來做 例如其他數據給你的 我現在有10L 有這個耗油量 我們現在要把它變成一些 可以跟我們目標比較的東西 目標是km 所以現在我們要把這些數據 轉換成km 所以最簡單就是 我們現在 首先計算它究竟 可以行駛多少 好,行駛 現在我們知道 現在這個數字和這個數字 要轉為km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10L 除這個 好,所以我們就說 10L除以0.08 即是變成125km 記得在這裡開始寫單位 是嗎? 它原來可以行駛到125km 當然 看看這條問題 當然 行駛到125km 就會行駛到120km 所以 現在這裡是重點 你需要做一個比較 Step 2 你要是用大過 要是用小過 符號 今次是大過120km 大過我們的目標 可以 所以是可以的 我們直接用回 題目給你的字 就可以了 例如題目給你 這句 可以 你便照寫 不可以 你又加一個不字 進去 所以 現在 該車可行駛120km 這裏就叫做 做完一題數 再說一次 步驟 是甚麼 第一件事 先定立一個目標 例如這次目標是120km 之後 我們要把答案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將題目剩下的所有數字 將它轉成 可以與目標比較的 即是單位相同的東西 接著 要寫大個或小個我們的目標 最後 抄回題目給我們的句子 記住 然後寫可以與否 可以 分成這三個部分 沒問題的話 可以嘗試做第十題